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Kathryn Go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常勝街的常康園 我們現在一齊看看 常康園的行人出入口是在常勝街 它對面已經是學校 物業只有一座 有161個單位 車位供應十分充足 今次介紹給大家的單位 就是實用面積1496呎 位於中層的H室 單位屬於原裝間隔 入到屋已經進入飯客廳的範圍 單位實用率高達九成 客廳露台和飯廳都做到一個對流的效果 單位當然附設露台 我們從露台那邊看出去 就是看回荷文田附近的學校區 景觀相當開揚 飯廳當然可以放到12人的餐桌 單位屬於原裝間隔四個房間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主人房 主人房面積超過190呎 它有兩邊窗 業主就做了一大排的衣櫃 主人房的細窗 看出去的景觀 遠至獅子山都可以看到 主人房的浴室 面積相當寬落 另一邊人被詣 concern 做了小 hen 改了做旗桿 旁邊的房間是正方形 十分之容易擺位 这间客房面积不小,它预留了衣柜位 加多了小小门,就可以进入下次了 浴室也是用了棋缸 洗手间是长形的,另外这条路可以出走廊位 客厅旁边还有一间睡房 你可以当作家庭乐室或温习室 景观和客厅一样,看回荷文田开洋的远流景 饭厅后面就是厨房,经过这个工作间 可以放到洗衣缸衣机 另外一部分就是厨房 有想象空间的你,已经想到厨房如何重新设计 经过小走廊和后门之后 最进入这个位置就是工人房 有它自己休息的地方和洗手间 多谢大家看我这条片,喜欢的话就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条片见,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条片,会计计划